加拿大这个国家是很多人的梦中倾国 移民去加拿大之前都会这个地方有无限美好的幻想 但实际去了之后就怕简介幻想就会过多过少的被打破 今天我就和大家说说欢迎加拿大生活的几大好年 让您对加拿大有更真实的一些了解 我是加拿大视拍移民法律顾问世景色 老规矩点赞评论加转发 关注我的频道 收获更多有料的移民留学的咨询干货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合作一对一的交流 首先第一大谎言就是加拿大工作横横找 去加拿大打工可以挣大钱 去过加拿大的人可能都觉得加拿大其实就是一个大农村 当地人也都以享受生活为主 那些想创业挣大钱的人都去隔壁的美国了 加拿大缺乏劳动力没有错 但也不是是个人就可以找到工作的 尤其是想找到满意的工作 没有好一点的应用能力和技术水平真的很难 至于这大钱 加拿大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兴趣去拼誓言 都是以家庭为主 安逸现状舒舒服服的 更重要的一点 加拿大是被称为万税之国 高税率也真不是盖的 薪资越高交的越多 有钱人很难得到额外的福利和惊天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要带你去加拿大打工挣钱 走上人生的巅峰 真的长点心吧 加拿大谎言 移民加拿大之后休闲得很非常无聊 很多人移民去加拿大 都是被国内的996 007的快节奏的生活恐怕了 向往加拿大的自由自在的慢节奏生活 幻想着去了加拿大之后呢 可以把自己一直没空看的书和电影看完 也可以因为加班和歌制的那些乐器都通通学会 可以有完整的周末喝杯咖啡听听音乐会 但实际上刚去加拿大的时候也会很忙 如果你有孩子没有老人帮你带了 你要自己照顾孩子 送他上学 接他下课 带孩子出去玩 事事都要亲密情危 如果你没有孩子 也要忙着适应全新的生活 加拿大这个国家没有车 真的很不方便 原有的家账不能用了 要重新考 加拿大人工费用还不高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来 于是你要去学会修水管 修电器 除草翻修雾顶等等等等 再也没有什么美团饿了嘛 于是你要自己动手做饭 还要学英语和新的邻居和新的朋友去打打交道 刚移民过去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 好在这些都是纯纯为了自己的生活 不再是为了谁打工 至于无聊更不用说 像各种party啊 公益活动啊 户外的运动啊 各种节日啊 都会觉得无聊的人 或许在哪里都会觉得无聊的 第三大话言 加拿大冻死人 怕的的人 别去了 从广义上来说 加拿大的确冷 从维度上来说 更是 但是从生活上来说 你在加拿大未必会觉得冷 毕竟啊 加拿大也不会住在靠近北极的地方去 比如说 多伦多一月的平均气温是零下6度 温哥华一月的平均气温为6摄氏度 维多利亚一月的平均气温达到了7.1度 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的冬天的温度 明显暖云打半个中国啊 多伦多虽然相比较低 但是和咱们中国北方比起来 绝对也算是温暖的 而且加拿大所有城市的室内啊 都是有暖气的 有的还是全年20度恒温 甚至有的地方啊 室外温度15度以下就开始供暖了 只要你抗旱能力不太差 短袖加加拿大鹅的云火 绝对可以轻轻松松的帮你度过整个冬天 你有没有很想吐槽关于加拿大的谎言呢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来分享讨论 老规矩啊 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的 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士顶次 关注我的频道 收获更多的移民留学感悟资讯 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和我做一对一的交流 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再见 下期我们再见